卫生部前部长兼乌卿前团长凯里 遭到乌统开除之后就透露 考虑上阵雪州选举 为这场即将到来的州选 增添更多看头 是的才在上一阶大选 在双西茅诺不会选区败选的凯里 能否借由这次的州选东山再起 还是个未知数 不过对不少雪州选民来说 凯里的个人声望和表现 确实让他们相当满意 不排除再给他多一次机会 被巫统族出门户的凯里 动向备受关注 随着他透露有意竞逐雪州议席 让雪州州选为打先热 不少受访的雪州选民也表示 不会拒绝有能力的领袖 愿意再给凯里一次机会 根据他现在的行动 他正在表现一个良好的领导 所以如果他回到一场 我认为我会支持他 其实我觉得他那时候 当卫生部长的时候 我觉得他成绩也是不错一下的 就他那个 那些疫苗啊 他那些东西也是安排到 蛮不错一下 yeah definitely because他一定是很好的 不过凯里目前的武党身份 也令一些人有所犹豫 武统大举清理门户的举动 虽然引发批评 但还是有受访的乌易民众认为 党有党规 情有可原 但巫统也会因此流失人才 与此同时 也有巫统的铁杆支持者强调 这场风波不会影响 他们对巫统的支持 八度空间实习记者 陈云熙雪邦报导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